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美國最新公佈9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比起8月份 他的年增率是來到了5.4% 也就是不管是月增還是年增 都比8月份的資料來的略高一些 最新的通膨數據是來到5.4% 也就是2008年以來 創下近13年的新高 有哪些項目是對當地的民眾來講 漲價最有感的呢 其實最明顯的會是在食品 石油以及用來取暖的油費 還有像是買新車房屋租金 以及家具的價格 這個漲幅非常的大 那對於通膨到底是暫時性的 還是一個長期的關係呢 其實日前聯準會主席鮑爾 他已經有坦言了 這個通膨的狀況是比他預期的 還要嚴重 包含像是供應鏈的瓶頸 延續的時間也比預期的長 未來幾個月通膨將會居高不下 之後才會逐漸的轉為溫和 但是 IMF也表示了 如果通膨不退散的話 對於整個 聯準會還有像是各國的央行 可能就要準備相關的應變計畫了 也就意味著 聯準會未來可能會使用的工具之一 是什麼 也就是提早升息 為什麼要來提早升息呢 因為要來控制物價 連翻漲 持續上漲一個態勢 那其實在於聯準會 也就是FED這邊 還有財政部長他們的論調 也跟市場上面有兩派的一個說法 一邊認為是短期的 但是另外一邊認為 這個通膨還不至於影響到要提早來升息 聯準會的官員他怎麼說呢 他呼應鮑爾的說法 也就是說通膨這個飆升 持續的時間會比預期來的更久 不適合認為是暫時性的 但是財政部長葉倫他說什麼 他說通膨最終會被證明 這是暫時性的因素 只是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讓物價上漲的速度回歸正常 所以言歸正傳 這個短時間物價上漲 感覺上是比較難控制的 事實上在台灣也是如此 不管是央行 還是央行裡面的副總裁 陳南光的說法 其實也出現對於通膨有兩派的論調 那陳南光他昨天出席了 炎草會的時候 他有提出了警告 他認為央行不應該把物價上漲 解釋為短暫性的現象 他表示過去美國不斷在印鈔票 也就是貨幣寬鬆政策 在那個時間點 那全世界當然都可以維持在低通膨 可是隨著聯準會要來縮減購債規模 台灣接下來面對的 可就沒有辦法那麼幸運了 因為在11月中旬 最快就要來縮表 一旦沒有辦法解決高物價的話 其實各國的央行對於提早升息這件事情 可能就會加緊腳步了 陳南光他也指出啊 主機處公佈最新的CPI 也就是9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定調為 是通膨 其實我們看官方的數據會認為 這個真的是太晚了 因為第一關最先有感的 絕對會是在消費者 不論是生活還是雜物的一些價格 其次接下來才會由媒體來報導 比方說啊 哪個小吃攤漲價啦 或者是哪一些物價 衛生紙牛奶等等 這些跟民眾最有感 最息息相關的是不是變貴了 會透過媒體的報導來呈現 最後才會是官方的數據 而陳南光他也進一步的分析了 其實我們的油價還有電費燃費 都是可以透過政策性來控制價格 那房租的話 則是因為這個租屋市場啊 比較不透明 也比較地下化 再加上房東如果不申報的話 其實對於政府要來掌握相關租金的漲幅呢 其實是被嚴重的低估的 加上這個外食費 最近也是漲得非常誇張哦 那王平的話 10月25號開始要漲幅來到5% 那其實呢 以連鎖的平價牛排孫東寶 他早在10月1號的時候 每款的排餐就已經漲了20塊 而旱來美食也是連鎖的飯店 以及相關的餐飲業 有機會會在春節前 漲幅來到10%到15% 他提到的原因就是因為國產的豬肉 併貴了三成 雞肉以及進口的牛肉 漲幅也都不小 所以這些連鎖店率先出來喊漲 小吃攤會不會也純純運動 這是接下來要觀察的一個重點哦 比較一下央行的說法 還有央行副總裁陳南光的立場 就會發現兩者實在是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 一方面呢 央行是說啊 9月份是因為油價漲 好雨的農損 才有所謂暫時性的通膨 對於明年來講 可能這個油價就不會再持續創高 所以國內不會有通膨的疑慮 但是陳南光他是用大環境來看 比方說他舉出了三點 像是勞動力短缺 供應鏈重組 還有一些貧潔的狀況 以及政府債務貨幣化 他指的應該就是美國之前持續的在印鈔票 全世界恐怕都很難避免高通膨的壓力